國際民航組織 iCare近日在加拿大蒙特樓召開年會 但台灣今年仍未能受邀參與 為立體加上近百位加拿大台灣僑胞及外籍友人 在韓風奏語中手持國旗標語 聚集在iCare外高聲呼籲國際讓台灣加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安全和安全問題 這不只關於兩國 這是關於世界各地的人 尤其是那些人在旅遊 台灣是一個很高興的國家 技術、研究、醫療 台灣有很多需要分享 而這位拿著大聲咕 帶領大家呼口號的外籍友人 則是位台灣女婿 他表示台灣參與iCare關乎旅行的民航安全 希望未來有更多國家支持台灣 台灣需要聽到 以及在聯合國的党 在國際上的一部分 這並沒有關於政治 難怪是 但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地方 這非常... 怎麼能說 你們都很新鮮 你們有很多事情 甚至加拿大也能從台灣學習很多 所以我覺得 這非常重要 支持台灣 iCare年會每三年舉辦一次 台灣2013年曾受邀 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出席 但過去兩屆都未能再獲邀參加 我們從台灣都未來的一部分 我們請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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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灣 我們請到台灣